他只是没出来 有个要不要想好 待会见到他要说什么 想好了 想好了吗 打开第二现场 小诺你快出来 你为什么不见我 你快出来 这么久不见了 你不想我吗 你别闹了好不好 我们都结束了 你别闹了好不好 跑到这里来闹 你好是康德吗 你好我是康德 你刚才说结束了 是指跟他的之间的感情结束了是吗 对 原因是不爱他了 又或者是别的原因 原因在这里我不想说 我只想告诉他 见好就说吧 是可而止吧 不要再闹 那你如果不说原因的话 你还不如不来呢 其实据我所知 男人真正要分手的方式就是彻底的不见 你根本连这都不用来 你来了之后又勾起了他的思绪 你又不告诉他原因 你刚才也听说到了 天下海角也要找到你 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让他死个明白 工作你的忙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好不好 我现在要照顾 我孩子要照顾你 我还要照顾生意 我一堆事焦头烂额 而你现在每天就知道 结婚结婚结婚 一再逼我结婚 你不知道 你很烦吗 我没有跟你老逼着你结婚 我只是以商量态度 我分你的 我可以等你 你的工作 你的辛苦 你的忙 我都能理解 你为什么就不能出来见我呢 我能到这里已经很不错 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离婚了吗 你说这么多话有意思吗 已经结束了 就是结束了 再这样拖拖拉拉 没有意思 小静你不要再纠缠了好吗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因为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离婚 你现在是不是还处在已婚的状态 所以你这么决绝 你别闹了好不好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离过婚 我也有孩子 现在我孩子七岁了 我让你等一等 我的孩子现在还不想 在这个时间段 接触一个外来的女人 成为他的妈妈 而且现在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忙 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先好吗 难道你现在就是想结婚吗 难道你人生就是结婚生孩子吗 我给了你五十万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五十万就能买到咱们之间的感情是吗 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五十万不是说买感情买感情 我觉得我还是个男人 我能在最后给你五十万 现在我的条件并不好 我截不回账来 这五十万是我的 我发现我的老子 再来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的老子 我进去就到了 我发现我 都能准备 你标准 这三十万不行 这三十万是 我带我转到这一时 我会打散 我现在真的赶心 我们在一时 你不会把那边 我现在真的 我告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弃了工作 你不觉得这种复苏感动你吗 我找到她 我觉得就是能给我一个 安静的 并且清静的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 她就总要逼我结婚 她总在逼我这一年当中 除了见面逼我 打电话天天还是说结婚结婚 那如果一个人这么逼着你 而且现在我的事业还在低谷期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忙 我都能理解 你出来先好吗 她现在说不结婚了 可以才在一起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 如果她还要继续的 像之前那样听话下去 我觉得还好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她变得太多太多了 你刚才用的一个关键词 她如果像以前那么听话 我们就还在一起 是这意思吗 你怎么理解听话这两段 之前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跟她说 我说在家里边 不要出去工作了 说好那我在家 我说我今天可能不回来了 或者我这周不过来了 我生意比较忙 她说好那你就去忙吧 什么她都不会问 我不知道最后她是走的 我们俩走到这一地步 她现在还要到我的朋友那去调查我 我没有调查你 我只是想聊了 但是你这么多以前都不知道调查好吗 那这些东西都跟她以前完全不一样 她已经变了 而且变了很多 你不觉得她的改变 其实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吗 如果她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工作 她有事可干 她不就不会这样 无视生非了吗 是你让她不要工作 不要跟朋友接触 她的世界里只有你 现在你又不给她一纸昏书 她能不这样走向极端吗 问题是我现在的工作压力特别大 我已经厌害了 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你除了钱之外给了她什么 你给她的钱 而且她从来又没有花 你知道吗 包括这五十万 包括你以前每月一万的生活费 她都在那存着呢 她今天甚至说想还给你 如果你的生意到了低谷 她愿意跟你一起共度难关 这样的一个女人 你还不珍惜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 除非你现在就是已经有老婆的人 她想的太紧张了 从你刚才的叙述当中 康德 你只是想到她给你带来麻烦 问题是你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麻烦呢 她的家人都见过你 家人都认为你是最合适的结婚顿像 如果你现在把她甩掉了这样 她怎么面对她家人呢 如果让你的孩子知道 一个爸爸是这样对待另外一个人的 爱的人的 她会学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要把小静娶回家的话 她又不合适做一个好的母亲的话 那还不如现在这样 天哪 你出来好吗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你不想我吗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既然来到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来到舞台 跟我见一面呢 你知道我都每天怎么过的吗 我每天出门买东西我都不敢 我怕你回来我出去 我们就错过了见面的时间 我每天都会做两个人的饭 可是我却一个人吃 你知道那种滋味多难受吗 每天晚上都会把你的衣服去套好 去挂好 我希望第二天早上抄门的是你 可是我所有的希望都化成泡沫了 你怎么能这么忍心伤害我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前最美好的曾经了吗 你是想我不会工作吗 没关系我可以重新找一份工作的 其实你知道我是特别有伤进心的 你在哪跟我说你离婚了有孩子了 这些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 你知道我天天在那个房间里面有多害怕吗 我觉得我自己都会成了神经病了 我怕你永远都不见我了 我真的要发疯了 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可是你却不见我 你给我五十万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想让我再买一套房子吗 然后呢 让我一个人 还是在那种空洞洞的没有感情的房子里面 没有你的一切都是空洞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和快乐的 知道吗 好 等你的好消息 你永远没有把你温柔转移 我不要你这五十万 我不要我不要 我要你啊 你出来好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出来呢 我不要五十万 我理解你的辛苦 理解你的痛 理解你的难过 我什么都知道 真的出来好吗 你难道就是这么想结婚吗 我有什么好 而且我告诉你了 我还有个孩子 孩子现在也不能接受 对吗 我给你五十万 总比我什么都不给你钱 我不要你的五十万 我再说一遍 我不要 你可以扔了他 你可以给父母 你可以买房子 你可以做生意 我不要 我还给你 我不要 我说过了 而且小静 你还年轻 你刚二十二岁 你要规划一下自己 以后 无论是人 还是你结婚的对象 你都不能去 就这样去依赖他们 依靠他们 好吗 Thanksgiving 我会觉得你 我会觉得你 楽器人 好了 好 시작 很快 有没有 有没有 后 你 没有 看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